今天我要给我们有糖尿病的朋友介绍一种蔬菜 这个蔬菜它真的能非常有效地帮助控制血糖 甚至起到类似药物的作用 它的名字叫秋葵 欢迎来到思维健康 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 让我们一起管好它 秋葵 实际上最早是来自非洲的一个事物 但是现在在全球都有种植 它主要是在气候比较温暖湿润的地方 像夏季和秋季 都是非常好的季节 所以这个季节吃秋葵应该是最新鲜的 也是最健康的 那么这个秋葵我们为什么把它拿出来说呢 就是因为这个秋葵营养非常的丰富 特别是在帮助控制血糖方面有重要的作用 下面我一个一个给大家解释 它首先富含多糖和类黄酮的抗氧化剂 这个多糖大家听说了 这个多糖不是糖吗 是吧 它怎么能够控制血糖呢 其实这个多糖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糖的结构 它不仅不会增加我们的血糖水平 它还延缓我们血糖水平的增高 还增加葡萄糖的吸收 那么特别是这些类黄酮抗氧化剂它是有重要的作用 因为抗氧化剂它保护我们胰岛细胞 因为我们胰岛细胞在工作过程中都会产生自由剂 自由剂多了就会伤害胰岛细胞 所以抗氧化剂就能起到这个作用 另外如果你已经是糖尿病了 你的身体的各种各样的炎性反应就会比较多 抗氧化剂对你也非常的重要 所以这个秋葵里面就富含这个多糖和类黄酮的抗氧化剂 这两个都是对控制血糖有重要作用的 在秋葵里面的独特的多糖实际上是可以提取出来的 这种提取出来的化合物几乎能起到降血糖药物的作用 这类黄酮化合物它不止一个 它有一虎皮素 还有虎皮素三欧龙胆二糖氮 这些化合物它可以通过抑制某些酶来降低血糖 所以在有些国家像墨西哥和伊朗 秋葵就成了一个传统的治疗糖尿病的疗法 是人们调节血糖不可缺少的一个食物 所以科学家就把秋葵的提取物秋葵粉 拿来做动物和人体研究 发现它的确有降血糖的好处 除此之外它含有非常丰富的营养价值 除了抗氧化剂以外 它还含有一些重要的营养素 像维生素A维生素C维生素K 说到维生素K 我们有些朋友就要注意了 也许秋葵吃多了对你不好 那么是哪些朋友呢 我们在后面继续探讨 另外它还含有钾、铭这些重要的矿物质 既然秋葵这么好 那么吃起来也很美味 大家可以炒、可以炖、可以煮 各种各样的做法 它的味道很清淡 蔬菜本身也很鲜嫩 另外这个秋葵籽 它可以拿出来变成一种植物油 这种植物油它的营养也非常的丰富 富含健康的不保护脂肪酸 像亚油酸 这些对心血管健康都有帮助了 那么它也富含抗氧化剂 我们刚才说的像维生素E和类黄酮 这些抗氧化剂 它能够保护我们细胞不受自由基的损伤 所以它有广泛的抗炎、抗衰老的作用 这个秋葵籽油它和秋葵一样 也能够降低血糖水平 主要是它能够增加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性 这个秋葵籽油它是一个中等烟点的油 它可以用来炒菜烤肉等等 味道都比较清爽 另外秋葵籽油它富含维生素E抗氧化剂 所以大家可以直接把它涂在皮肤上 起到保护皮肤的作用 但是一旦一个东西从一个天然的食物 变成一个商业用的油的时候 大家要特别注意它这里面的加工过程和添加的因素 所以选择那些更天然的 更少加工和有添加剂的秋葵籽油 既然秋葵和秋葵籽油这么好 什么人要小心呢 第一就是有草酸结石的人 我们的朋友说又来了 这个我剩结石 这个也不能吃 那个也不能吃 没错 秋葵里面也含草酸盐 容易跟其他的矿物质结合 形成结石 如果你有这样的倾向 秋葵不是不可以吃 但是要适量 第二个就是过敏的人 这个东西没有办法 不同的人对不同的东西有过敏的反应 如果你过敏的话 或者是对他过分敏感的话 那么过敏和敏感有什么区别呢 实际上过敏它是一个体液性的免疫反应 来得快来得严重 所以一般人一次以后他就记住了 而这个敏感是一个细胞免疫反应 来得比较慢也比较温柔 所以你不太容易知道这个事情是从他来的 比如说如果我吃这个辣椒的话 那我的耳朵可能就会痒 那么这些它就属于一种敏感性的反应 有的人吃了辣椒以后 马上就呼吸困难 是吧 猴头水肿 那就是一个过敏反应 还有就是药物 刚才我们讲过 它里面含有维生素K 它是跟磷血机制有关的 那么你如果在吃抗磷血的药 那你就要小心 另外它既然能降血糖 那么你如果已经在吃降血糖的药 那血糖会不会降得过低呢 所以你也要慎用 最好跟你的医生讨论一下 还有一些特殊健康状况的人 未尝到不好的 你也要跟医生商量 总而言之吧 秋葵 它营养丰富 低热量 富含维生素 矿物质和抗氧化剂 特别是它含有多糖和类黄酮的抗氧化剂 它对调节水糖 帮助糖尿病的管理 非常有价值 我们讲衣食同源 这个食物的确有很大的医用价值 谢谢您收看我们的节目 如果您喜欢 请不要忘记订阅转发和点赞 如果您希望看到更多这样的节目 或者有什么疑问以及评论 建议都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 我们一定尽量为大家提供有价值 准确的健康资讯 短力世界守护健康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